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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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全日总结 这一节是Michelle的嘉宾 Michelle 你好 首先跟大家看看中港量地股市的收市表现 上证指数 全日收报2863点 跌33点 深正成指令都反复低着 全日收市报9270点 跌92点 湖深300指数报3765点 跌54点 而创业板指数跌14点 报168点 至于香港股市方面 恒指全日收报25680点 跌499点 国企指数跌181点 报1013点 大股成交金額 全日是1041亿元左右 接下来跟Michelle说大股市情况 看到中美两国互相加征关税 令港股今早都要低下超过800点 但随着特朗普表示 中国打电话给美方 希望重新谈判 又说预计两国可以达成欠面 之后 看到行资的跌幅明显收窄 但投资者是否可以单凭这些消息 放下解心 当然不是 我觉得非常明显 现在 目前中美双方的贸易战 仍然有比较大的变数 虽然说下午的情况 特别是三点打后 因为有些消息指 中国方面打电话过去 希望可以将关税延期 给予更多时间 让双方再做一个谈判 但其实这件事 反吩咐多次 我相信市场 已经是慢慢地对这些东西 开始免疫 你说明天回来 或者见到今晚美股回来 可能有个反弹 明天行资 也有机会 再向上修复一点点烈口 但后市的趋势 是否完全解除了迷战 我觉得这个答案 虎之欲出很明显不是 而且问题是 现在你看回 为什么中国这么急 想示好 表示谈判的意欲 就是现在目前中国 可以再出的招数 基本上已经 差不多到一个 后期末期的位置 始终去年全年 美国对中国出口得 1500亿美元 第一轮600亿 第二轮750亿 加上1350亿 这个空间很小 你唯有把之前的关税 税率不断上调 但是不断上调 你核心的零保险 伤害到自己的 一些经济利益 的情况之下 真的很难再继续去做 反而其实美国 还有比较多的手段 可以制裁中国 一来也是 也是关税的税率问题 始终这么多轮 和量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其实现在目前 继续上调的空间 始终还有很大量的货品 最高的数率 只不过去到5% 或者15% 二来也有一些 分析指出 如果真的要做的情况之下 70年代 对伊朗都出过一些 比如说 国际的紧急经济权利法 如果特朗普真的要宣布 各个国家 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之下 他有很多权利 可以对一些 个别的公司 或者个别的行业 去做个制裁 又或者是再坏一点的情况之下 你要做一些 去到一战时期的 一些对敌的货力法 虽然这一件事 即发生的情况 比较少 直接将中国 是归纳成为 一个经济上的敌人 也好 敌对关系非常明朗 但是 真的要做的情况之下 也不是说不行 所以 其实 这样看回 现在中国目前来说 的那个 在贸易战当中 他的那个 力量 就跟美国来比 不是说 那么小军力敌 所以 其实我都觉得 短线当中 中国是有机会 有比较多的动作 出到来 去示范好 或者起码是将这件事 向后禁止一点 但是又另外一样 就是 大家看了这么久 觉得特朗普 这个人通常 都是一个雷星大雨点 少 不排除说 今次真的要升级的贸易战 也是只不过 是想 出多一个筹码 出到来 去迫使中国 快点 去向他 有一个示好 或者 譬如今次这个电话 我觉得特朗普 相对来说 策略上 是有少少的优势 所以 其实去到贸易战 去到发展到这个地步 你说真的要再恶化 双方真的要升级 去到我刚才说的 所谓的国家 有什么对敌贸易法 或者有什么紧急状态 这些情况 我觉得出现的可能性 不会真的特别大 既然现在中国 目前已经示好 我觉得 有机会 大家的市场的焦点 可能后市一两天 有少少反弹之后 也不会再大幅 去反映贸易战这个因素 反而是说 今天会出过 美国的内容品订单 去到后期 美国的第二季 GDP的收成率 包括明天 德国方面 都有GDP的数字 会出到来 全球目前说的 经济下行 或者说说 衰退的风险 那么大的情况之下 会慢慢将焦点 再转移到经济数据上 而你再看过去那几个月的trend 过去那几个月的trend 其实你都知道 经济下行的趋势 都是非常明朗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其实市 真是再向上 但可能今次收补到 2600点这个列口 但是 之后再向下 的空间市况 还是很大 我之前所说 你说大概2650点 这个位置 26500点这个位置 的阻力这么大呢 你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 再修补到2700这个列口 始终向下的空间 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之前已经和大家 说了逢高减持的策略 现在这些位置 如果有机会 补到2600这个列口 重新都是那个策略 而且可以开始做淡 我觉得 好 接着就和Michelle 说一下 浪银股 今个星期 就可以说浪银股 的业绩高峰期 上星期五日招行 已经放了榜 见到中期 就多赚了1.3 不良贷款率 都可以双双行港 那小行的业绩 可否给大家提示 推断到 到底四大行的盈利表现又是怎样呢 其实都 今个星期 比较多的业绩 重磅 包括就是 四大行都会有 一个业绩的出来 但是 你从现在 已经有的 在手的一些业绩去看 的确没错 你看到 小行份业绩出来 好像 某些地方都算是 比较得挺好 第二季 可以升 第二季 你刚才 好像阿佑说到 它的 不良贷款比率 去到第二季 都有 1.23%的跌幅 这些事情 好像表面上 在资产质数上 上网上 好像有些不错的表现 但我自己觉得 始终 一来 看到今次的 勃备 第二季 第二季 按年跌了2% 不排除 有些不良贷款 是因为 做了撇像 所以 整个不良贷款比率 由所下降 这是 你去深一层去看 我会觉得 它的资产质数 未必如 目前表面上的数 看得这么好的 引优 第二个引优 我觉得 今次 比较大的 负面 就是看得到 NIM 其实向下 三个点指 按跪去看 现在 没有时间去到 2.69% 这个位置 而NIM 其实 你去到 今次的业绩 已经有一个 受压的情况 而之前 内地方面出的 LPR的新增 对于一些 新增的 贷款 最终是要套回MRF 这件事 我觉得 长期有机会 在短线 会令到 来人股 它的NIM 继续有一个 受压的情况 再加上 今次 也看到 今天出来的新闻 防替利率方面 也要看 LPR 这方面 你不排除 现在真的 不能选择 但有机会 要下调MRF 息率的情况下 整个LPR 都跟着低 整个老人股 自己的NIM 到第二季 甚至第三季 第四季 都会有一个 受压的情况 我相信 这件事 会令到老人股 长期以往 都未必真的 华海有一个 非常大的 估值修复的 最大的 隐性炸弹 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 目前经济行风险 和贸易战的因素 令到人民币 一直以来 去到 八月份 大家见到 破7之后 今天最坏的位置 去到7.2 虽然 目前贸易战 有少少 有得谈 短线 7.15 这些位置 但是 Eon year 比人民币贬值的幅度 是有的 大家也看到 老人股 整首人民币 计价资产 其实对于这件事 人民币贬值 一定不是一件好事 亦会令到 它的估值 虽然目前来说 现在已经是历史水平 比较低残的位置 但受着 人民币未来的 不确定性的影响 我相信 估值方面 仍未去到最吸引的位置 所以 现在这样去看 个别的老人股 是没错的 股息率真的很吸引 例如去到建行 现在有6利息 但是 你说会不会 真的有机会 在之后 特别是出了业职之后 见到NIM 可能和招行一样 未必有很好的表现 或者大家 还很担心 它的资产质素 或者说之后 见到 再新一轮的 MRF出来的 那个息率跌了 再进一步 担心的情况之下 它的股价会 进一步向下行的空间 到其时 它的股息率 其实还可以上升 所以 真的 看市场 就算你相信 老人股不会爆煲 你觉得它的资产质素 始终都可以 未必太大 未必真的会爆 的情况之下 你想买它的高息 现在都未必是 一个入市最佳的时候 我相信 如果市场 还有下行空间的情况之下 可以内心等一等 起码等这四间老人股 出了业职 去到9月份 可能亦前 也有新的消息 人民币有进一步 可能升回少少 有机会 你说去到7.05 甚至7 这些空间的情况之下 再去码入才会 有更好的时机 好 接着还跟Michelle 谈多个个股 或者安达体育 2020 看到它公布了中期业细 顺利按年升量 成7 不过中期息按年跌了3.8% 至于中期收益 按年增加了大四成 经营日理亦增加了5.8% 务利率是56.1%左右 中完业细之后 看到安达的跌幅都少了 是否证明业细都算合格呢 看到传言大约跌了1.361.25% 其实我觉得安达分业细出来 刚才说到一些派息的因素 其实它少了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预备了 始终之前收购了 Amma的芬蘭运动品牌 和Sonte 其实收购了之后 都未必真的会有这么大的空间 去继续做 维持一个六成多 甚至五成多 即五成多左右的 一个派息比率 所以我觉得一个三成多 的一个派息比率 对于它目前来说 都算是一个 我觉得会是一个 比较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安达其实今次出来分业细 我自己就会觉得都OK 特别是看到它第一次 裁下了Fila的一些数据 其实看到Fila的那个增长 是真的快 和那个毛利率是真的高 你可以说 就是现在目前来说 安达整间公司 都可以说是靠着Fila去支持 才可以令到它有一个 那么强的收入增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看到它的那个毛利率 虽然说Fila和安达品牌 都有少少的一个下跌 但是因为它今次做多了 比较多的服装 这些东西 服装相对的毛利率 就比鞋率要高 所以整间公司 它的产品结构 有所改善的情况之下 也都令到整间公司的 那个毛利率 可以仍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都仍有得升 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看到安达自己的品牌 你不说Fila的情况之下 安达自己的品牌 相对来说 就真的做得顺利少少的 特别 你不要拿它和Fila 你拿它和李宁自己的品牌 或者说 拿它和特部自己的品牌 来比较 无论你说它是收入的增长 还是毛利率来说 其实都不是做得那么好 相对比特部和李宁来说 安达自己的品牌 都仍是顺利少少 所以你现在可以说 它整件事 真的靠着Fila 这个牌子 不断开多些新铺 不断做多些毛利比较高的产品 去支持整间公司的增长 而Fila 因为它自己 大家都会知道 有时候你看到Fila很多的店铺 都是开在一些相对比较旺的地方 或者开在一些比较高档的商场里面 所以就令到它自己本身的营运成本 铺租 人力 都会有一个比较贵的成本 所以 你以为 其实经营利用率 Fila的数字是要低过安达少少 即是Fila 它自己消钱过安达 它要继续这样做下去的情况之下 它的盈利能力是要在一个比较高的成本之下去维持呢 这件事可不可以做得很久 或者说它现在新收购的品牌 可不可以复制Fila的这件事呢 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号 而且 目前其他两个牌子还是要虚钱 之前 大家一直以来都担心 安达没有什么管理外国牌子的经验 有没有机会在短时间将它扭规为盈呢 这件事我相信会是 一份相对比较理想的业绩里面 要周固的个别因素当中的其中一个 就算业绩现在目前收货 但安达Tag 其实现在目前安达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实在是太贵了 而再加上 其实虽然你说 有机会 未必真的跟贸易战这些东西太大关 有它一定的防守性在 但当大市的走势 未必是想宏观的经济 都要放缓的情况之下 它可不可以保持这么高的增长 这件事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号 所以就算你说业绩收货 但因为估值太贵的一个因素 以及牌子已经因为收货的原因 未必真的如以前那么理想的情况之下 我会觉得体育用品股 这一层我觉得可以 已经是过去的一层升幅 miss了就已经miss了 不必要硬在这个位置再重新入货 相对来说等它回落之后 会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 我们再去看体育用品股 所以在这一层来说 我觉得未必是用品股 会是一个跌浪当中的首选的原因 好 谢谢Michelle你的详情解说 这一节先和你谈到这里 和你申报一下 刚才我们提过的股份有没有时间 没时间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